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要看例子之前 還有一個小小的一點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說我們剛剛做兩個族群取兩個樣本 那取兩個樣本的時候 我們應該盡量要讓它怎麼樣 就是這兩個族群在取一樣的時候 可以的話請大家盡量把這個N都做成一樣的 如果N1跟N2假如都一樣的時候 它會比較 結果會比較好 第一個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理由剛剛大家已經看過了 它當Variance是不同的時候 那假如N1跟N2是一樣的時候 所造成的這種不良的影響就比較少一點 我們就直接用N-1的理由 來做T approximation就好 所以盡量讓兩個樣本的 simple size是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呢 兩個樣本的simple size是一樣 同道樣本的意思就是說 兩個是一樣的 這樣子的時候呢 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Variance或是叫Standard Deviation 會比較小 怎麼叫Standard Deviation 比較小 比如說是N1加N2 會比較小 那假如Variance 我們當作是一樣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會比較小 那也許你比較不容易去想像說 為什麼它兩個一樣的時候 這個Variance會比較小呢 我們舉一個例子 實例來N帶進來看一看 譬如說呢 N1加N2等於100的話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要取100個樣本 那有兩個樣本 那我要取simple size 兩個加起來是100 那我要怎麼放才好 那通常呢 是N1跟N2都一樣 是50個 比較好的方式 也就是說同大樣本 為什麼呢 這個時候的Variance 是多少呢 50分之1加50分之1 這等於多少 0.04的Variance OK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做Z的Test裡面的這個 對不對 下面這個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Z是不是這樣子 或者是說 Sigma1平方 Sigma2平方 我們現在只是 因為不要理 不要理這個Sigma平方 是不是 我們都把兩個Sigma平方 當作是一樣的時候 是不是變成這個樣子 只管N的時候 下面是變成這樣子 所以怎麼樣子呢 這樣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的話 會比較小 這個東西比較小的時候 所以Z的值會怎麼樣子 會大起來 的意思 那另外的例子是什麼 譬如說 N1等於99 N2等於1 很極端吧 總共兩個加起來還是100 這樣的話 這個Variance是多少 OK 很小 很大的一個Variance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是什麼 當這一個 這兩個是相等的的時候 它的Variance是最小的 它比較小的時候 這個值就比較大 比較大的 是什麼意思 就是 它越大的時候 就怎麼樣子 越會接受 怎麼樣子 μ1-μ2-0 對不對 越會接受這個 對不對 越大的時候 我們求出來的值 不管是Z或T出來的值 就怎麼樣子 越會傾向於欲絕H0 接受HA 所以 所以這個時候 就怎麼樣子 比較不會犯 TIME2-0 對不對 犯TIME2-0的機率 就下降了 所以是怎麼樣子 所以是 β就下降了 了解嗎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值越小的時候 這個值就越大 那越大的時候 它就會傾向於怎麼樣 比較不會去接受H0 H0是怎麼樣 H0是相等的 對不對 我們比較會去接受這個 那拒絕H0的時候 就是只會犯什麼 TIME1-0 不會犯TIME2-0 所以呢 你就會降低β的 這個 犯TIME2-0的機率 這樣了解嗎 那其實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TIME2-0 那個β有多大 我們不知道 這樣了解嗎 TIME1-0 是我們固定的啊 H0.05 就是機率最大 是0.05 H0.01 機率最大 也是0.01 這樣了解嗎 所以 請大家 在做的 實驗選擇的時候 兩個樣本呢 盡量 Sable Size 去一樣大 所以呢 你做T-test的時候 只是把這個 變成這樣而已 所以 也是一樣的意思 它的那個 β就會降低的意思 OK 好 有了這個了以後 我們開始來做 一個題目 這個實驗是這樣 它說 它做一個實驗呢 然後想要知道 某一種動物 它的呼吸率 那呼吸率 它是怎麼樣子呢 它有兩個族群 是原來這個族群 跟怎麼樣 有受過Treatment的 一個是Control的 OK 這個是怎麼樣 你可以把它 想像成說 這個Control 說不定是 這個動物 養在25度C之下 就是原來的狀況 那Treatment呢 說不定是怎麼樣 因為把這個動物呢 提高溫度去養 養在35度C去養 所以是這樣 所以是兩個不同的族群 這樣子來的 了解嗎 然後呢 它找了幾隻動物來做呢 14隻動物來做 每一邊呢 放怎麼樣 放7隻 因為老師說怎麼樣 兩個樣本 要盡量一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它等於是什麼 我這7隻呢 樣本 是怎麼樣 等於是說 我拿了7隻 然後把它養在35度C之下 相當於是怎麼樣 我這個所有的這種動物 假如養在35度C之下的族群 這些觀測子 那我這7隻 只是從這個族群裡面 取出來的7隻 這樣而已 那這7隻呢 就是養在25度C之下的 所有的觀測子 怎麼樣子 總共14隻嘛 那一邊放7隻 老師不是說 要盡量一樣的嗎 那除以2 不是變成7了嗎 OK 好 所以這7隻呢 相當於是從這樣的族群 Random的取出來的7隻的意思 那我們就從這兩個樣本呢 我們可以算它的Y-bar 這邊Y-bar出來 然後要來評估說 這個族群的 μ1、μ2 是不是相同 它這邊只有講說 這兩個族群的 乎齊率是相同 好 所以第一個 你要認得的是什麼 我這七隻跟這七隻有沒有配對的? 是不是配了幾隻? 沒有啊,沒有特殊的理由 他把哪兩隻變成一對一對一對的 他沒有這樣講,他是怎麼樣? 我這七隻就是random的從這邊取出來的七隻 等於這七隻也是random的取出來的七隻 明白嗎? 所以他雖然是取了14隻來做實驗 14隻我讓他接受了這樣的treatment 35度C 14隻裡面有七隻我讓他接受了35度C的treatment 那七隻接受了25度C的treatment 做實驗的時候是這樣做 但是在觀念上是怎麼樣? 這個七隻是怎麼樣? 其實是相當於假如我這些動物 全部都養在35度C裡面的狀況 我取出來是其中的七隻這樣的意思 聽得懂嗎? 所以所謂的population1,population2 有可能是自然的樣本 它本來就是兩個population的不同 有可能是怎麼樣? 我們在實驗室做過Monitor的實驗以後出來的樣本 但是呢 代表著它所來自的族群 假如通通都接受這樣的treatment的時候 它的整個族群的狀況是怎麼樣的? 可以嗎? 所以實驗室做的實驗也可以test 外面的族群直接拿的樣本也可以做treatment 好! 那我們就做了這邊有七隻 這裡面有七隻對不對? 做完實驗以後 測它的呼吸率是怎麼樣? 然後要知道說 從這兩個平均值要來看 它的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有差異? 我們的數據出來是這樣子的 所以數據是什麼? 呼吸率對不對? 是它要做用的variable 是呼吸率 好! 結果是怎麼樣子? 我這邊放了七隻啊 這邊也放了七隻 但是呢 你看看我這邊有的數據是怎麼樣 一、二、三、四、五 這兩隻怎麼了? 夭折了 直驗驗了 有可能吧 你就說 老師教我們喔 說 兩個樣本要盡量一樣 好! 我是這樣盡量一樣喔 我拿了十四隻 我總是把七隻放到去做treatment 七隻當control 然後去做實驗啊 做著做著做著 到最後呢 兩隻齒悄悄的啊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所以這兩隻齒悄悄的啊 怎麼辦? 出來的結果還是要做分析啊 對不對? 所以這剩下五隻啊 這邊七隻啊 你就說 這個結果不夠好 那我把它丟到垃圾桶 沒有啦 還是繼續做分析 還是可以分析的 瞭解嗎? 所以有的時候這叫什麼? 先不從人院啊 你知道嗎? 雖然我們盡量努力的 讓它的那個 standard deviation 盡量降低 要把n變成是一樣 但是呢 有時候做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是剩五隻那邊七隻 照樣這五隻來做實驗 得出來的結果 好 我們做簡單的這一個數據 我們可以先算它的ybar 對不對? ybar是多少? 125.10 這個呢? 83.7 所以首先你就看一下 诶 平均的話 好像是有一點差異的 然後算它的s平方 可以嗎? 可以嗎? 這五個數值做一個s平方 這七個數值做一個s平方 可以嗎? 叫做249.8 這個叫88.6 OK 那degree of freedom是多少? 第一個的話 是多少? n等於5 所以degree of freedom是4 對不對? 第二個樣本呢 等於7 所以幾乎是6 你有問題吧? 好 這是基本的數據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來做了 你想想看 我們要做兩個族群的 平均值是不是相同的時候呢? 當然要做t-test 但是為了要進行t-test 我們要怎麼辦? 先要做f-test 看看兩個族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所以呢 第一步 要test什麼樣子? 兩個族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OK 那這個test怎麼做? 用f-test來做 對不對? 所以f-test來做的時候 就跟7個步驟 跟我們上次講f-test的時候 一模一樣 所以呢 開始h-0 兩個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ha呢 在這裡呢 我們通常是怎麼樣? 兩個尾巴的 對不對? 沒有方向性的 為什麼? 我們在這邊通常是想說 他們兩個是不是相同 沒有要講說誰比誰大 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裡通常是有不等於的 沒有方向性的 然後第三個assunctions 有兩個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這些呼吸率呢 是normal distribution 第二個呢 是什麼? 我現在取出來的這個樣本呢 都是rendered的 從這個圖群裡面取出來的 所以兩個 那麼r-wha呢 我看我們放的是多少 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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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critical region呢 好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test兩個族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的時候 不要用什麼test f 對不對? 那f的critical region呢 把它做出來 f呢 要先想好是什麼? dequia freedom 對不對? dequia freedom的話 誰放分子 誰放分母 你這時候就要確定 你要把誰放分子 誰放分母 s1平方放分子 還是s2平方放分子 那這時候dequia freedom 就不一樣 假設呢 我們等一下的f呢 就已經是怎麼樣的 s1平方 treatment的放分子 然後呢 control的放分母 這樣子的時候 所以呢 dequia freedom 在f這邊 就要放誰呢? f dequia freedom 就要放誰? 4 6的 可以嗎?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4 6 好 要找4 6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把它放分子 它放分母 你要是要把這個s2平方放分子 s1平方放分母的話 這邊就用64的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呢 critical region就把它算出來 critical region用什麼? r 還有 hn有沒有方向性? r 0.05 hn沒有方向性 所以把兩個尾巴分別放0.025 0.025 兩個尾巴加起來的0.05的意思 然後查出這個數值來 f46的這兩個critical point是多少? 這個 你先查f46的多少? 0.975 這個數值 查出來是多少? 請你查一下 這個數值是多少? 6.23 很好 好 這個呢 怎麼辦? 這個用算的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你寫出來f46 多少? 0.025 就相當於什麼東西呢? 要忘的 上一次的 f46 0.025 寫出來以後 下面呢 變成f64 多少? 0.975 分之1 所以這個數值等多少? 查一下 f640.975 那個值等多少? 9點多少? 9點多少? 9點2 1 9點2分之1 所以這個0.1 多少? 這個數值叫做0.110 多少? 就這樣 所以critical region就出來了 可以嗎? 好 critical region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第六步 我們就要做什麼呢? 要算這個f,對不對? f呢 剛剛已經講好了 這個s1平方要放分子 所以把s1平方叫做什麼? 249.8放分子 分5呢? 是多少? 88.6 放下來 所以一除出來這個數值等於多少? 這個數值等於2.82 好 第七步 我去看了這個f等於2.82 落在這個f46的這個distribution裡面的什麼? 接受的範圍 region of acceptance裡面 所以呢 我就怎麼樣? 我就說 我就接受了H0 說兩個族群的variance是相同的 這樣子 然後我了解 我有可能翻top2 arrow 然後結束 第七步 結論 機械 可以嗎? 所以七個步驟跟上次完全一樣 那麼當我們做完了 我們接受了H0這樣子的時候 接受了這個的時候 所以我們第二步要去做的時候呢 要去test什麼? U1跟μ2 是不是相同的時候 我們用的公式我們就會決定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其實是可以算一個叫什麼? 因為我們接受了這個東西 對不對? 共同的σ平方 所以呢 我們可以算一個sp平方 等於什麼? 兩個σ²加起來 除以兩個dF 兩個σ²是多少呢? 是 s1平方乘以第一個dF s2平方乘以第二個dF 然後把兩個dF 加起來 所以s1平方變成是多少? 兩個dF 兩個dF 是多少? 兩個dF 是多少? 兩個dF 是多少?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 t-test 要用到它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我們開始了 第一步驟 是什麼? H0 兩個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你也可以寫 μ1-μ2 是不是等於0? 這樣也可以 好不好? HA 兩個平均值 是不同 因為它沒有說 有什麼方向型的 它只是說 是不是相同而已 好 assunctions 第1個 跟剛剛一樣 它的呼吸率 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第二個 我們取出來的 這個treatment 跟control的這個樣本呢 是random的 從這個乳群裡面 取出來的 還有第三個 好 出來一個第三個 請你要注意 第三個是什麼? 我們在第一個步驟 所得到的結果呢 結論呢 放到第三個 當assunctions 什麼叫 它的結論是什麼? 它的variance 是相同的 有共同的sigma 我們把它當作assunctions 也就是說 老師 我剛剛不是費了 好大的力量 然後做出來說 的結論是這樣 我這裡為什麼要來 做這樣子的assunctions 沒有錯 因為怎麼樣 這邊 不管你得到的結論是什麼 都有可能有所謂的 type 1 arrow 或type 2 arrow 對不對 那 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就 要告訴人家說 我assun 它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再來繼續下面的東西 這樣了解嗎? 我已經 就是 從這個很科學性的 一個結果裡面 然後我接受了 就是這個樣子 那 來繼續做下面的ptext的意思 所以第三步 要把你的 這個assunctions裡面 多一個這個 是把我們的 甜面的ftext的結論 變成我們的assunctions 然後接下來R話等於多少呢? 我看一下 0.05 好 接下來critical region critical region 是什麼樣子呢? 你要回想起來 要做什麼? 要test兩個族群的平均 人是不相同的時候 用什麼test? t test 所以把t抓出來 那t抓出來 t的時候呢 它會有什麼? 它會有什麼? degree of freedom 要用多少? 剛剛我們已經講的 我們接受它 所以我們等一下 用sp平方來做 所以sp平方的 degree of freedom 就是我們要用的 所以我們就先 找出來了 degree of freedom 10的 你了解嗎? 等於10的 因為是sp平方的來做 然後出來的這個 critical region是多少? 因為呢 critical region一樣回來 用R化跟誰? 跟HA 0.05 然後這個HA 是沒有方向性的 沒有方向性 所以我們把0.05分別 放在兩個尾巴 一邊呢 平均放在兩個尾巴 每一個尾巴都是0.025 所以加起來是0.05 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critical point 找出來 這個值找出來是多少? 2.228 跟-2.228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critical region裡面 好 這一步做到這裡了以後 然後呢 第六步要做什麼? 做t test t的值 t的值 t的值等於多少呢? 我們剛剛講的 y1bar-y2bar 減掉誰? mu1-mu2 下面呢 根號怎麼樣? 我們已經把它變成 sp平方 這邊n1分之1加n2分之1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把剛剛的那個式子 了解了以後 你根本不用被 自動就會出來 是不是? 它沒有很難吧? 你不需要特別去被它 它就自動就出來了 sp平方就變成這樣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y1bar-y2bar 用剛剛的那個數值 125.4 減掉 平均值多少? 83.7 減掉 mu1-mu2 我們現在放的 rule hypothesis 就是這個 這個相當於 mu1-mu2等於0 我們要taste它是不是等於0 這邊就放0 這樣可以嗎? 假如我們要taste說 mu1-mu2 是不是等於10的話 那麼這裡就要放10的意思 聽得懂嗎? 所以你可以taste說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你也可以taste說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差多少 這樣子 好 那麼 分母呢 是怎麼樣? 我們的sp平方帶進來 是多少? 153 然後括號呢 這裡是N1N2 請你特別注意一下 字要寫N1N2 不是兩個0.6 所以是多少? 5分之1加7分之1 得到誰的數值 那麼得出來的數值呢 算出來的話 叫做多少呢? 5.76 得出來的數值叫5.76 所以第七步要下結論 我的t值是5.76 所以我會做到 6.76 做到什麼樣子? 4.76 所以我會拒絕H0 接受HA 說這兩個族群的平均值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什麼樣子呢? treatment會使得它的呼吸率跟control是不一樣的 平均呼吸率是不一樣的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ARO H1ARO 小於5%的H1ARO的幾率 就結束了 七個步驟 所以是怎麼樣? f-test 接下來 t-test 這樣來做 OK 好 那麼中間有一個 你們可能覺得 比較困擾的是什麼東西? 就說 老師啊 那個t的話 怎麼算呢? 好不好? 那麼 假設 我們假設 假設我們這個 算出來的時候 第一步算出來的時候呢 假設 我們是接受了這個 就是說 他們是不同的的時候 OK? 我算一次給你看 的意思 好不好? 假設我們第一步做完了以後 我們是接受這個 一接受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能夠算這個 sp平方就不能算 對不對? 所以就不要去做 sp平方 假設第一步做出來 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能算 sp平方 然後接下來 怎麼做呢? 怎麼做? 我們就要來看這邊 前面都還是一樣 但是 assumptions裡面呢 有三個 一一二二三 第三個是寫什麼? 第三個是寫 兩個variants 是不同的 好不好? 然後接下來又都一樣 但是 到t 的時候 怎麼樣? 有問題了 對不對? 要來做什麼? t alpha prime 好 做t alpha prime 怎麼做? 我們把它做一次 來練習看看 好 我們把它擦亮 來做t alpha prime 好 t在這裡 我們用誰呢? 用degria freedom 是多少的? 4 一個是6 一個是4 對不對? 好 degria freedom 是6的t壓化 1 1 0.025 1 1 0.02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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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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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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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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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776 就查出來這兩個數值 然後用這兩個數值 來做一個位置 T alpha prime T alpha prime T alpha prime 就等於 N1S1平方 加上N2S2平方 然後 N1S1平方 T alpha1 加上N2S2平方 T alpha2 所以把它帶進來 剛剛的這個帶進來 N1是多少呢 我們把兩個 N1N2給它 弄相反 那我們現在 我們把這個當作 T alpha2 這個叫做T alpha1 這兩個 反正 一個 第四的 算是在前面的 免得我們把它 反的 Treatment 當作1 好 第一個的話 是多少 5分之 多少 S1平方 125.4 125.4 S1平方 加上多少 7分之 88.6 乘上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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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就得到一個 Vitical Point 是多少呢 2.71 2.71 好 你要注意到 這個出來的2.71 應該會落在這兩個數值的中間的某一個地方 你要是說出來 比這兩個數值都要小 或是比這兩個數值都要大的話就錯了 所以它應該是落在這兩個數值的某一個地方 所以這樣就是2.71-2.71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用它的Critical Region就變成這樣 大於2.71或小於-2.71 這樣的Critical Region 可以嗎 那我們的T值還沒算 那我們的T值要怎麼算呢 第六部的T值 我們的T值怎麼算 我們的T值回到原來的這樣子 我們看到我們的T值把它帶進來 Y1bar-Y2bar是多少 1.25.4 減掉83.7 減掉μ1-μ2 還是我們的Null Hypothesis 我們Has 它們兩個是不是等於0 所以這邊放0 下面呢 N1是多少 5分之249.8 加上7分之88.6 得出來的數值等於多少 我們看到 這個數值叫5.27 所以呢 第七部 我的5.27就落在它的Critical Region之內 為什麼比2.71還要來得大 所以就落到這邊來 所以呢 我就怎麼樣 拒絕H0 接受HA 所以它兩個族群的平均值是不同的 類似的做法啦 只是呢 它的公式是帶的不一樣 然後呢 它沒有Degree of Freedom 好查 所以呢 就用兩個TR化呢 做了一個 weighted的TR化 翻出來 當作它的Critical Region 這樣可以嗎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你當然可以知道 為什麼 你其實可以從這邊 回想到你們剛剛問的一些問題 怎麼樣呢 你看看N越大的的時候 這個Critical Point越大還是越小 你看看N等於6 這兩個 剛剛有一個是2.47 一個2.776 哪一個是N比較大的 N比較大的 N比較大的 這個6的 對不對 N是6 跟N是6 Degree of Freedom是6 跟Degree of Freedom是4的 哪個是T值 是比較大的 Visical Point 怎麼樣 4的這個比較大的 也就是說怎麼樣 怎麼樣 Degree of Freedom 越少的時候 或者呢 Degree of Freedom 越小的時候 我們算出來的T值 要越大 才會顯霧 了解嗎 也就是說什麼 它是比較不容易顯霧的 為什麼 Degree of Freedom很小的時候 要防止怎麼樣 Tip to Air 所以它要變得 比較不容易顯霧 OK 所以呢 當我們變成 Sp平方的時候 怎麼樣 Sp平方的時候 我們把 Degree of Freedom 比較大 所以呢 怎麼樣 它的Critical Point 的值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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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得 是比較小 所以 比較容易是 reject H 這個 是另外的 如果你要聯想的話 當然是這個要點 好 所以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的 做兩個平均值的 mu 是不是相同的的時候 要做的 那 中間的要點是什麼 第一個 你要先去想 它是Pair T的實驗呢 還是一般的 Random的樣本的T test的實驗呢 所以要用怎麼樣子的方法分析 是不一樣的 所以第一點你要先確定 它是怎麼樣的實驗設計 所以接下來要分析 用什麼方法來分析 可以嗎 你可以分得出來兩個不一樣的 這個數據的結構嗎 可以分得出來嗎 最簡單的 你通通分不出來 你就去想說 那我這五個數值 我可不可以隨便上下的 把它調動 可以吧 我把這個119換到134的位置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然後我把這個70換到97的位置 來亂調動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跟我整個計算完全沒有差別 但是Pair T的時候是怎麼樣 這兩個是一對一對的 你都不能動的喔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子是一個 倒過來去檢查的一個方式 假如你還是不太清楚的時候 其實用你的數據 問一下自己說 欸 它可不可以這樣動 它是不是成雙成對的呢 OK 好 那你自己做的實驗的時候 你用Pair T的方式去做的話 當然出來的結果 你就要用Pair T的方法 來分析它 好 不管怎麼樣 你確定呢 你到底用什麼方法 來分析了以後 假如你是用這種 一般的T-Test的方法 分析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說 那你要用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先Test Variance是不是相同 然後呢 再決定呢 第二個步驟 T-Test的時候 用什麼樣的公式來做 OK 那 比較會搞錯的是 在T-Test的時候 這個兩個族群的Variance 是要相加的 所以不要相減 這邊雖然是兩個Variable 是相減的 所以這個 族群的平均值也是相減 但是呢 兩個族群的Variance 在這裡是要用相加的 所以不要弄錯 就好 其他的呢 衍生出來的T-Test的方式 其實都是從這個式衍生出來而已 這樣子 可以吧 觀念 有沒有清楚了 可以齁 還有沒有問題